你离了吗? 中国新年刚过,网络上出现很多人排队离婚的小视频 据说这些离婚的队伍都排到民政局门外了 据大陆媒体山东山报报道 2月18日,新年过后上班第一天 万女士去安徽淮南的民政局办结婚时发现 离婚处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万女士称,当天结婚的只有5对,离婚的约有100对 不过几天之后,剧情似乎发生了扭转 中国官方纷纷出来辟谣说,是有人在造谣 造谣者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来多家媒体报道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调查,公安机关已经对造谣者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在此,姑且误论这到底是真的谣言还是遥遥领先的语言 因为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 通常官媒辟谣的事情往往都是真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离婚率近几年不断飙高 据中国民政部官网在2023年公布的 2023年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全国结婚登记量为214.7万对 离婚登记量为64.1万对 与2022年第一季度相比 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加4万对和12.7万对 换言之,离婚人数比结婚人数增加了大约三倍 而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中国2022年离婚率为43.53% 几乎一半结婚的最后都选择离婚 其中天津的离婚率更加高达60% 排名第一 其次是黑龙江,离婚率高达58% 而首都北京的离婚率为53% 2019年,中国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万对夫妻离婚 对比上年离婚率暴涨17% 并且连续7年保持上涨势头 按照这样的发展 当时就有学者担心 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 在中国离婚大军中 80后90后成了离婚主力军 占比高达51% 为何在自由恋爱的年代 中国的爱情和婚姻反而成了一岁品 老一辈的中国人都认为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 即使婚姻出现了问题 大家都互相忍耐和妥协 但是现在的中国人 特别是80、90、00后 很多都是父母的独生子女 从小到大 多数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更加注重个人的感受和幸福感 一言集合就闪婚 一言不合就离婚 无论是男女双方 在婚姻当中都摆出了一副 这世界谁怕谁要的姿态 一旦婚姻出现了问题 双方都不愿意在不幸的婚姻中 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从而选择离婚 经济压力是当今中国离婚率高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疫情之后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 很多家庭年下来的收入 也无法支付高额的房贷、车贷 更有甚者在过年前 夫妻的其中一方甚至双方 都很不幸的成为失业大军 而节假日尤其是过年 家庭开销比平常的更大 这样就会导致家庭经济压力加剧 加上过年期间 亲朋好友都会在自觉不自觉当中 进行了各种攀比 家庭成员在节日期间 就更容易感受到 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差距 从而增加了夫妻之间 因为经济问题而产生的矛盾 中国有句俗话 贫贱夫妻百事哀 除了经济压力 人们经常耳闻的出轨 家庭暴力 滥堵等等原因 还有一个离婚理由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就是生活琐事 有数据统计显示 因为生活琐事而选择离婚的 竟然占了34.21% 前段网上曾经有个很热的帖子 十年婚姻 摆给了四天不惜晚 说的是一对夫妻结婚十年了 丈夫是个宅男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出去玩 工作认真 工资也是大部分上交给妻子 但从来不管孩子 不做家务 甚至公婆生病了 也是她带着去医院 有段时间 妻子工作特别忙 丈夫每天吃完饭 就把碗堆在厨房了 堆了整整四天 直到妻子不忙了 自己去洗碗 她一边洗一边生气 一边吻屈地哭了 那一刻她终于决定离婚 家人都围攻她 觉得她矫情 不就是四天没洗碗吗 当时没有人知道 在这之前 她心里堆积了多少天的碗 多少顿的饭 多少年的不满 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 而那堆积了四天的碗 只不过是引爆婚姻地雷的导火线而已 中国传统文化中 夫妻应该相敬如宾 互相尊重 互相忍让 然而 现在中国人在婚姻中 却显得很浮躁 出了问题 首先想着 就是换人 反正我有独立生活的条件和能力 我一个人生活 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为何要找一个大爷公主 回家伺候 当地中国 有这种想法的人 越来越多 导致他们也越来越不注重 婚后感情的经营 于是离婚率就变得越来越高 居高不下的离婚率 天价的彩礼 也导致了很多试婚 甚至大龄青年不愿结婚 不敢结婚 接不起婚 这位大爷说 我成家的时候 五百人民币也可以 五千人民币也可以 你们结婚 有五万人民币 你敢吗 像你们女生 家里有五万块人民币 可以嫁出去 要是男孩 没有五十万做彩礼 他敢娶媳妇吗 你回去问问你们的父辈 那个时候 他们有这个压力吗 这位老大爷看上去 最多也就是五十六十岁的样子 假设他二十多岁时候结婚 也就是大概三十多年前 那时的结婚成本 只需要五百人民币 三十年后 中国人的结婚成本 已经增长了至少五千倍 这名小伙子说 恐婚啊 我有三个哥哥 结了婚之后 都变得没以前快乐了 觉得很痛苦 现在的九零后 为什么都不结婚啊 我们00后也不结婚了 结婚 九零后有一亿人单身 现在年轻人 别说结婚了 恋爱都懒得谈 这个影片虽然是个段子 但却是中国 现在年轻人 对婚姻和恋爱的真实写照 2023年12月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间2023显示 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 分年龄性别的婚姻状况的样本数计算书里发现 去年各年龄段人群中 25-29岁年龄段未婚率为51.3% 30-34岁年龄段未婚率达到18.4% 35-39岁年龄段未婚率为8% 其中25-29岁年龄段未婚率超50% 这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 并获得了两亿多的阅读量 大多数网民都认为 结不结婚有什么要紧 工作生活贡献GDP哪个掉队了吗 结婚只会导致我变穷 变得有负债 请问为啥要结婚 一位女网民说 我也是一个干组聊的 听一个男生吐槽 他一个月月入八千 在北京一个人过得特别好 每周都可以来安门足疗一次 他说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发工资第一周就花得光了 之前存了五六年的积蓄 在交往女朋友之后 半年不到花光了 最后女的嫌弃她穷 把她甩了 好心酸啊 这么多钱花狗身上都有回报 花女人身上啥也没有 收获一堆伤心难过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苏健 在接受大陆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社会观念改变 生活压力大 育儿成本高 是年轻人不结婚的主要原因 以前中国有句古话 不孝有三 母后为大 尤其是很多家庭 以前一定要生个男孩 延续香火 但现在不一样了 一个年轻人 能从婚姻中得到啥 这位男生说 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水平 也是一般 结婚之后责任太多了 现在社会压力也很大 不想我们父母那般 我现在顶多只能养活我自己 你说现在生个孩子 要上幼儿园 要上兴趣班之类的 孩子毕业后 你得给他找关系 找工作 然后买房 这我都不敢算 一算以我现在的工资水平 不吃不喝的话 也要工作两辈子 苏健表示 现在生活费用太高 社会压力太大 育儿成本高 且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价值房价 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不断攀升 这些都阻碍了 现在年轻人结婚 以及生孩子的脚步 从历年数据看 2013年是中国出婚人数的最高峰 达到1346.93万对 此后 根据民政部数据统计 中国的结婚数据 在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 2022年也创下了 民政部自1986年 有相关数据以来的新低 随着中国离婚率和不婚率不断攀升 各地政府不断出台了各种催婚政策 比如 浙江长山县政府出台了新婚夫妇中 女方年龄如果在25岁以下 将可以从政府领取1000元人民币奖励的政策 不过 许多网民也并不买账 拥有50多万粉丝的科技博主江湖李富向写道 结婚好的话还用催啊 地上有钱谁不知道捡 获得了26000多人点赞 2023年 四部青年一词在中国网络开始流行 所谓四部是指不恋爱 不结婚 不买楼 不生子 因为这些成本都实在太贵了 然而不足十个月 这四部青年在2024年初 竟然进化成十部青年 十部是指不结婚 不生小孩 不买房 不兴血 不监款 不买彩票 不入股市 不买基金 不服老人 不敢动 为什么会提出不兴血呢 事件源于 2.23年11月28日晚 上海女子余艳艳 以炫耀的口气 在抖音发布了一段视频 自曝 自己10月14日 在西藏阿里出车祸后 小姑姑 动用关系 让西藏阿里 公务人员为她献血 7000毫升 家人还花了120万巨资 包机将她运送到成都 华西医院接受治疗 转运时 还有警车开道 而整个过程 甚至成了正能量新闻 上了医院的党建原地 事后 有网友调查了 该女子姑姑的背景 发现她名为余彦宏 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人们惊呼 原来如此 是的 在中国 如果你只是一名普通老百姓 你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如此特权 而即便你经过多年寒窗苦毒 然后过五官斩六将 成为了公务员 以为就能变成镰刀割韭菜的人 但事实证明 如果你官职不够高 你依旧是韭菜 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 其实这每一个部后面 都有一个故事 不献血 除了反对特权外 中国民众更担心 自己因为献血 最后连器官人命 都会被偷偷消失 十步都是中国老百姓 在经历无数次血的教训后 总结出来的 关于躲避中共当局 设置的种种人生陷阱 因为在中国 政府是最大的骗子 四五十年前 中共实行计划生育 全国各地 无论农村还是城镇 该扎不扎 防岛污塌 该留不留 八房牵牛 今年逃避 计划生育外出 明日回家一切财产全无 留下来 引下来 就是不能生下来 命天十座坟 不添一个人 一人超生 全村结扎 等等 比恐怖片 更恐怖的口号 和标语 到处可见 但到了2010年左右 中共发现 韭菜人况 越来越少 于是改变策略 开始开发二胎 甚至三胎 生育政策标语 也由之前的血淋淋 变成了 一胎少 二胎好 小有伴 老有靠 三个孩子就是好 不用国家来养老 听党话 生三胎 不加班 有双修 补贴三胎奶粉钱 一个两个都是养 再来一个又何妨 另外 在退休养老方面 2005年 中共官方宣传 养老不能全靠政府 2012年再喊出 推迟退休好 自己来养老 面对一次次的欺骗 中国人开始觉醒 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 不想买房 而是接不起 生不起 买不起 于是不得不躺平 不得不摆烂 不得不从四步 晋级为十步 将来会不会发展为 二十步 三十步呢 当中国离婚率 不婚不生率 继续攀升下去 现在的00后 会不会成为 中国的最后一代呢 就会不会成为